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,1月23日,发表了题为讲应号召,奔赴日本国防前线的女性的报道。 日本自卫队在新峰部队、舰船和军机,以应对威胁,但也面临来自日本国内的挑战,人口日益缩水。 预计到2065年,日本人口将从1.24亿减少到8800万。 日本自卫队面临潜在新兵减少的前景,它将接受年龄范围更广的应征者,且它越来越多的让女性参军。 报道称,目前,女性占自卫队总人数的6%,1%。 在澳大利亚,这一比例为16%,5%。 在英国是12%,2%。 在美国为16%。 日本希望到2030年,将这一比例增加到9%。 资料图片,越冰史上的日本陆字女自卫队员方队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资料图片,日本首位F-15G战斗机女飞行员松道美沙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。 26岁的吉原萌乡,曾当过护士。 她出于冒险精神参加自卫队。 她说,在这里工作将有助于我实现梦想。 她表示,自己看中了海上自卫队的承诺。 即让女性能够在职场与家庭生活之间实现平衡。 她还感到自己对国家有责任。 以前,日本女性向来被迫承担家务事或办公桌前的行政工作。 然而在2013年,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承诺,通过一项被戏称为女性经济学的政策,赋予职业女性权利。 这一政策影响到自卫队。 2015年4月,防卫省发起了一系列计划,拨款给各种项目。 从性别意识项目到为自卫队人员子女,建立日托中心。 资料图片,东梁子一等海左,是首位海字护卫队女指挥官。 图片来源于网络,报道员引公开资料显示。 如今,仅有路上自卫队对女性有限制规定。 某些可能接触到危险和有毒物质的岗位,仍然不对女性开放。 2018年,日本政府宣布结束日本潜艇部队,只有男性的时代。 不过,女性只能在安装如女性更衣室等设施后,才能登上潜艇。 截至2019年1月,尚未确定潜艇升级的具体日期。 不过,在一些男女混编的单位,之前要求严格的职位,如今放开。 女性开始承担更重要的职责。 例如,2018年3月,东梁子一等海佐,成为首位海自护卫队女指挥官。 麾下有四艘战舰,合约800名自卫队员。 同年,松岛美沙二等空卫,成为日本第一位F-15J战斗机女飞行员。 报道称,美日军事关系专家罗伯特埃尔·德里奇称,尽管在自卫队内部,两性平等状况,似乎在缓慢改善。 可是女性指挥官人数仍然较少,无法充分代表女性自卫队员。 俄罗斯的JSCGB工程公司,日前展示了其最新研发的被动外骨骼系统的照片。 这款外骨骼系统,采用了碳纤维结构,可以让人不费吹灰之力,承受数十公斤的重量。 JSCGB工程公司,是和JSC中央精密工程研究院,联合研发了这款被动外骨骼系统。 这套系统没有动力驱动和电源。 此前这套系统接收了俄罗斯官方的测试。 云海踏浪,逐梦蓝天。 12月13日,空降兵某部组织2018年秋季入伍的迁余名新兵,完成首次升空跳伞。 实现开门红,清晨六点。 厄北某军用机场,气温降至零下二摄氏度。 新兵们准时到达机场。 在投放人带领下,有序地铺设电簿,整理洒具。 休息区内,投放人通报气象资料。 为跳伞员分析空中操纵要领。 蓄势待发。 伞具摆放有序。 据了解。 该部今年参加跳伞的新兵,60%以上都是00后,为了帮助他们度过跳伞心理观。 这个部队先后进行高空模拟训练,VR虚拟跳伞,心理行为训练等。 同时每个架次都安排干部骨干带头跳。 逐个检查。 认真准备。 养人协同被伞,挂好各个绳钩,过三道检查线。 检查线上。 空降空投技术人员续致检查完每一名跳伞员后, 都会对着他们竖起大拇指。 大声喊出一个好,增强新兵们的跳伞信心。 跳前动员。 游戏检查。 加油鼓劲。 临跳训练。 虽然氛围让我感到有点紧张。 但是我相信跳伞是科学的。 我们的地面动作,已经达到标准。 今天我一定能跳好。 通过三道检查线。 新兵李伯和战友们,迈着坚定的步伐,前往登机线。 迎接飞机到来。 有序登机。 勇敢离机。 上午八点整。 飞机准时滑行至登机地域。 新兵们有序登机。 随后。 一架架满载跳伞员的战鹰升空。 向预定空域飞去。 飞机很快到达空降场上空。 跳伞信号发出后。 新兵们在投放人的引导下,勇敢跃出街舱。 顶刻间。 天空中绽放出朵朵洁白的散花。 在对空电台指挥下。 新兵们沉着操纵降落伞。 躲避友邻。 依次安全着陆。 离机瞬间。 比翼齐飞。 空中操纵。 精准着陆。 上午11点半。 随着最后一名跳伞员安全着陆。 新兵首次跳伞圆满完成。 快速收伞。 整理伞剧。 手跳结束后。 新兵代表身批红花受戴。 依次上台领取纪念证章。 进行总结与表彰。 基地领导向新兵颁发证书。 新兵交流手跳感言。 手跳成功。 00后新兵。 00后新兵展示首次跳伞正章。 据空降兵某训练基地副参谋长高满意介绍。 接下来一个多月时间。 他们还将继续进行夜间跳伞、大飞机跳伞、武装跳伞等多个克目的伞将训练。 不断夯实新兵实战化伞将技能水平。 杨云贵讲龙刘志欣、苏丰林存勇、英国独立报网站,12月11日,发表了帕特里克科伯恩,有关野门内战实际放生人数的报道。 报道称。 始于2016年的研究结果显示。 野门内战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可能接近8万。 报道人影武装冲突地点与事件数据库项目,ACLED,野门问题研究员安德烈亚·卡尔伯尼的话,我们11月份记录灾案的死亡人数,是3068人。 这时2016年1月以来因暴力丧生的野门人总数,达到60223人。 这些数据不包括因饥饿或营养不良,而死亡的野门人据联合国说。 野门处在饥荒边缘,也不包括因祸乱等战争造成的疾病,而放生的野门人。 报道认为。 沙特和阿联酋领导的联军,在公布消息时,降低了死于这场战争的野门平民人数。 前者自2015年3月以来,一直试图让阿卜杜拉布曼·苏尔哈迪重新掌权。 而哈迪政府在2014年底,被胡塞武装推翻。 卡尔伯尼说。 12月11日公布的ACLED最新数据,主要来自野门数百家在线报纸和新闻网站的信息。 数据考虑了这些来源可能存在的政治偏见,并使用最保守的数据对照,参考不同的报告。 进而得出最终数据。 ACLED执行主任克利奥纳德雷利表示,ACLED对野门直接冲突死亡人数的估计远远高于官方统计。 报道称,因为ACLED的统计数据,始于2016年年初,所以该组织眼下也在统计2015年的死亡人数。 卡尔伯尼说他估计在1.5万至2万人之间,而这将意味着,近4年的野门战事造成的死亡总人数将增加到7.5万至8万人。 沙特和阿联酋领导的对红海沿岸港口和台达的攻击,或许可以解释为何今年丧生人数剧增。 和台达港是外界向野门民众运送救援物资的主要渠道。 据ACLED称,对和台达的围攻,导致,今年前11个月,丧生人数增加了68%,达到28,115人。 和台达港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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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